加晃呢 你是有先天性的遺傳性的氣喘 是 情況是怎樣 情況就是其實 你知道先天性氣喘的 我這樣說是小孩好了 很麻煩的是 即使我們今天只要一點小感冒 我們絕對是呼吸道 就一定有問題了嘛 然後扁條線發炎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不把它壓下來的話 就會引發氣喘 所以我們每次去 像去一般的診所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跟我們講說 基本的就是那個噴劑 Ventilin 或是甚至於就像是 平常的保養劑 然後或有時候 如果真的嚴重的時候 肺固醇 然後到抗生素 或是支氣管擴張劑 全部都是要雙管齊下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去醫院 就背這麼多藥 那我甚至於就是像 剛才叫我吹這個氣球 所以你像小孩你就有 氣喘是蝦咕 蝦咕 小孩就有蝦咕 蝦咕很嚴重 就是完全是日常生活中 就是家人都很緊張很謹慎 因為你 小朋友比較麻煩 是小朋友你喘的時候 你是不知道 我們不會講說 媽媽我氣喘了 所以媽媽都是要 就是像醫生說 咻咻聲 仔細聽聽 有沒有這樣 咻咻咻 就是那種咻咻 然後有咻咻聲的話 就要緊急送醫院 就要緊急送醫了 一定要緊急送醫院 因為你不知道他的 再不弄的話 就可能 危險 對 然後所以每次去醫院的時候 到我現在這個年紀 我都是要用蒸氣 醫生要打藥在裡面 你用蒸氣治療 你讓肢氣管整個放鬆 你讓他達到平緩之後 才可以舒服 那你沒事 咻咻咻的時候 怎麼可能沒事 爸爸媽媽都在旁邊 小朋友的時候 一定在旁邊 那大了 像我們現在長大 我們就會使用 就是外物的噴劑 就是使用ventilin 就會噴 那像我就是 比較嚴重的醫生 就會跟我講說 如果我們噴了三次 不行的話 立刻送醫院 因為可能就會引發 就是休克 這麼嚴重 對 就是非常的嚴重 那你說 氣喘的時候 還會變發什麼 什麼東西 像我自己最誇張 就是到最近的時候 我氣喘病發作 對不對 然後我壓不太下來的時候 我引發到了 我是胃食道逆流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不懂它是胃食道逆流 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的胸 就是真的很悶 然後微糟糟 你喝咖啡 吃蛋糕 吃甜食 吃甜食 對 胃食道逆流 又胃食道逆流了 對 為什麼要這麼 鄭大哥全部知道 蛤 什麼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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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什麼都知道 什麼蛋糕 電視看多 沒有 然後就變成就說 你就胸悶 然後一開始 我以為是心臟有問題 後來就看醫生 醫生就說 因為我的氣管 一直沒有壓下來 然後就引發了 就是胃食道逆流 那你以為 胃食道逆流就算了嗎 沒有 我變成是我全身性的過敏 因為氣管本身就是敏感 我眼睛敏感 我鼻子敏感 我引發到 全身變成是循麻疹 急性循麻疹 然後你急性循麻疹 引發的時候 你送醫院 你是必須得打止癢 然後抗類固醇 然後抗生素 全部這樣打 那很受苦 很受苦 那個全身循麻疹 多癢 就是很像是 吃這個也癢 吃那個也癢 沒有 沒有到那 我覺得我形容是 大概就是 十萬隻的蚊子 咬你全身 然後我是嚴重到時候 我眼睛也腫 嘴巴也就像蠟腸這樣腫 然後我到 還有誇張的 有一次是血管性的水腫全身 發高燒 可不可以問一下 就是說當十萬隻蚊子 在咬你的感覺的時候 你會想要 乾脆我不要這條生命嗎 會 其實你會很沮喪 很崩潰 你只能哭 你不知道你可以用什麼方式 因為你即便你到了醫院 我那時候最有住過院 然後醫生就是 每四個小時 護士進來幫你打針 他就是癢 我問醫生 我問護士說 你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不要癢嗎 他說你就是忍耐 不然就冰敷 藥膏全部都 一起下去的時候 你還是很癢症 那你會去抓他嗎 我抓啊 你怎麼可能不抓 你那麼癢 癢到你 你在病床上 就是病床上 你只可以一直翻滾 然後就是摩擦 那你抓到破皮嗎 有 一定會破皮 可是因為你就是怕 女生愛美 怕留下疤痕 所以你就只能 就是用摩擦的方式 對 就是一直這樣子 因為你抓 我們會有指甲 就是怕如果又抓的話 醫生說怕就是會 如果破掉 怕就是蜂窩性組織炎 或是引發其他的皮膚疾病 有這種尋麻疹的人 真的很可憐 很可憐 你知道過敏性體質 對 我們有一個 大家都認識的化妝師 他常常在幫我們吹頭髮 吹吹吹吹吹 就開始吹自己 因為他用抓的可能會破皮 對 所以他用這樣子 用這樣子 稍微做一點點主意 對 就是 他們很奇妙 癢的時候 有些人會說 像有些人會用熱水 原因是因為他想要讓感覺 就是用那個燙的感覺 替代癢的感覺 對 會有些人是用痛的感覺 去替代癢的感覺 把癢過去 對 但這癢都不好用 我之前有一個 貧膚科醫師教一招 我覺得很好用 他就是說 你把平常你自己的乳液 如果你真的容易這樣的話 平常你自己在用的乳液 或者是那些保養品 有一個你就放冰箱 然後你真的開始癢起來 就把你的保養品 從冰箱拿出來塗上去 冰的乳液 它同時冰藏 對 同時有冰的效果 可以降低氧感 因為會避免一味燒抓 或者一些用熱 會去掉你皮膚的油脂 會更癢 所以這樣子是比較容易的方法 因為我們那時候 都是血管擴張嘛 對 血管擴張 所以它會釋放出那一些 讓它更癢 你如果用比較冰的 所以有時候冰敷 或用冰的化妝品 那可以讓血管比較收縮一點 所以你看它 它真的是一個過敏體質 它連講話的那個回音都很重 真的嗎 都會有一個昂昂的聲音對不對 對對對 有一個共振 因為它的鼻腔 可能都有一些過敏 這樣你聽得出來啊 哇 厲害 正常的人不會有這麼 共振的聲音 這個只有老大才知道 我們是聽著老大學的 比較覺得歡迎 你有沒有覺得 人家一定會說 有有有 常常都會覺得 嗡嗡嗡的聲音 對 畢音很重